整群汽机车穿梭经过中山二路 看起来没有任何异状和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如果机车骑士遇到红灯放慢速度 要停在机车停等区里面时 就会感受到路面变成波浪状跳动路面的感觉 不舒服也影响到安全 因此向机动市议员庄静盛反应要求改善 刚刚经过研究之后 我们发现这可能是摩托车停等的时候 起步与刹车所造成的硬力 造成AC路面的形变 我们责成我们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与相关的厂商赶快共通协调 了解这个状况的发生的原因 并同时赶快将所有中山一二路的路面 相关的道路的品质做一个检测 然后尽快重新刨铺试做 让民众行的安全 市议员庄静盛特地邀请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土木工程客人员现场会刊 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中山一二路拓宽后 整段道路里面只有在其中 大约两段的机车停等区路面 会产生这种波浪状跳动路面 土木科表示还在工程保固期间 会请包商改善 这个地方开放通行大概也将近快四年了啦 那就是说我们会再厘清那个 是不是保固责任的部分啦 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请厂商来负责 尽快天气好的状况下来进行修复这样子 市议员庄静盛也提醒机车骑士行经这两个路段时 要特别小心注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